他提起裤子 向远处几间土棚子走去 那是中队长戴尖的临时办公室 以及统计室 还有两间堆放破鱼网 和修船织网的工具 一般总场来视察的干部 都待在中队长办公室里 快到土棚了 老几猜想 总场保卫科来的人会是谁 要是那个河北干事 可算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老几山不转水转的 又转到他手上 接受命定的报复 他的脚步无意中慢下来 渐渐停住了 他觉得肠子又开始不安生 在他腹内蛟龙一般扭动 刹那间又是翻云覆雨 疼得他虚空着中断 进退不适 他横着向平房侧面的厕所挪布 终于进了厕所 却发现不过是一场警报演习 这时 他听见厕所外面有人说话 诡计多端的老东西 肯定是装病 你去找医生 他趁机跑了 这是一口河北话 不会吧 他脸都紫了 狗改不了吃屎 老狗更改不了 他们的声音渐渐往远处去 老几一边系裤袋 一边往厕所门外走 扯开嗓子叫喊 我在这儿呢 大组长和河北干事 已经走到平房拐弯处了 听到老几的喊声站住 回过头 刹那间 老几在河北干事脸上 看到一种复杂的表情 似乎是失望 假如老几真像他断言的那样 又逃跑了 便给了他一个机会 去追捕和干掉他 上厕所就上厕所呗 干嘛躺到冰上打滚 大组长说 他也怀疑起老几来了 在老几和总厂保卫科干事之间 他当然立刻看出厉害 马上选择了新立场 河北干事说 老老实实的给我走 老几便老老实实 顺着一条探渣小路 向平房走去 身后的两个人一声不响 但老几觉得 俩人的眼睛很忙 河北干事把老几 押到鱼具仓库门口 让大组长回去监督干活 大组长一走 河北干事可以叫老几 去追兔子或追汉塔 或追西北风 只要他命令老几去追 老几不得不追 而只要老几一追 子弹就会追老几 老几看看偏到南边的 冬天的太阳 雪亮的照在一幅画着 葵花和毛主席像的 最高指示上 屋檐下一排冰灵在滴水珠 一个窗子的缝隙里 冒出蒸汽 这是在给这位总厂来的 干部准备午饭 老几想好好看看自己的末日 进去吧 河北干事说 他在自己也跟进去之后 关上了门 闭上了门栓 怎么又是你惹事 啊 老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七十来岁掉了牙的老犯人 让人训得跟个导弹的小学生似的 你给我说说看 那个知识青年 是不是你挑唆了去跟杨学琴打架的 原来那个贪污犯的名字叫杨学琴 老几刚知道 老几温婉的否认任何挑唆行为 甚至劝了知识青年不要打架 一个读过高中的人 才二十出头 做什么不好要做人渣 跟贪污犯那样的人渣混成一片 不值 留着小命说不定将来还能做大学生 你就是这么说的 河北人问道 老几使劲点点头 他才没有这么说 但他不怕了 人家等了十年要报这一件之仇 就让人家报吧 老几不是十年前的老几了 他已经为婉玉和孩子们 做出了最后的壮烈贡献 斩断了与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 现在就是把他当十恶不赦 死有余辜的敌人毙了 他也就是个光杆敌人 不再有任何敌属可牵累 说得不错呀 河北干事说 那为什么你那个耗子里的人都说 就是听了你一句话 小型才用脚去跺杨学琴的呢 老几问河北干事 大家有没有说是听了他老几哪句话 小型抬脚跺人的 我怎么知道 知道我还问你 他们都说没听清 河北干事看着面前七十来岁 老掉牙的老冤家 老几把他劝说知识青年的话 复述一遍 河北干事冷笑起来 让小型学外语 小型听了就抬脚往人家脖子上跺 你听了这话会跺谁一脚吗 接下去的时间 河北干事整理笔录 而老几等着他整理 整理完了笔录 就是他路烟时生命的终结 河北干事突然大声说 你还在这干什么 干活去 老几站起来 行尸走肉的走到门口 跟河北人打了个道别的招呼 河北人还不想马上结果他 为着什么神秘的原因 说不定他把笔录整理出来 做做手脚 使其成为自贡状 公开的以挑动犯人斗犯人 导致俩人死亡和监狱烧毁的 重大事故来结果他 从此老几就在等那第二只靴子坠落 第26章 第二只靴子 1976年11月15日 老几正在湖边上修补渔网 一个陌生人来到湖边 老几心虚的偷眼看着他 寻寻觅觅觅的在找谁 他看到了坐在一大片鱼往后面的老几 快步走过来 陌燕石是吧 陌生人口气平和的说 老几想 第二只靴子终于坠落了 这么怜名待姓 一扬顿挫的传唤他 是躲也别想躲的 陌生人的军装还有七分心 拔掉了红领章的两个方块 是小小的两片心绿 一张长方脸刮的铁青 两眼平视 神情滴水不漏 你跟我来吧 陌生人说 啊 对了 我姓业 总场政治部的干事 老几提出要跟大组长和值班中队干部 说一声 陌生人说 他都已经替他说过了 老几提出要回到耗子里 去拿自己的私人物件 因为那是很私密的物件 他不愿意别人去碰 叶干事没有反对 走到那排平房前 老几看到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 叶干事上前一步 替老几拉开门 老几回到耗子里 他还有什么私人物件 什么也没有了 他只为了看一眼自己的铺位 火灾之后 分厂给每个犯人 补发了旧灾的旧军备 因此耗子看起来像个军营 昨天夜里 他毫无预感 那就是最后一次 躺在这个铺位上 上车的时候 叶干事问他 被子之类的东西不拿了吗 他说不用了 叶干事说 也好 用不着了 第二只靴的落地的声音 确切无疑 车子开到总厂 总厂的厂部比十年前大多了 扩建了礼堂外 贴着大幅新电影广告 金光大道 英俊的男主角和漂亮的女主角 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类 对于老几来说 他们很快就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人了 厂部的医院旁边 新盖了一个四合院式的红砖房 大门像个牌楼 刻在水泥上的招待所三个字 是初级水平的隶书 老几被带进一个房间 房号105 同房间还有三个人 都没有了牙 跟老几的岁数也差不多 大家都非常任生 只坐在自己的床上发呆 不跟其他人说话 大概他们都明白 自己的大线到了 没有心情交谈 也觉得剩下的时间 不够发展任何人际关系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 老几心里琢磨 不知是否有一点时间 可以容他 把给宛鱼盲起的书信体随笔 腾抄到身上 看起来他们会在这里度过一夜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两页 有两页时间 他可以腾抄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叶干事在通知开晚饭的时候 老几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 叶干事问他要多少张纸 他算了一下 他放开来写 写一页可以写一万字 这样他就需要三十张信纸 叶干事吃了一惊 问他要那么多纸打算写什么 写信给前妻 写这么长 不是一天写的 已经在脑子里写了十多年 在脑子里怎么写 对于叶干事突发的浓厚兴趣 牢记哀愁的笑笑 非得要那么多张 叶干事有点为难 我抽屉里可能只有十来张 十 十来张也行 老几奇怪了 他自从被带到总厂厂部 就停止伪装结巴了 可自己的语言神经自行其事 张口还是结巴 我看啊 你没必要写了 叶干事说 一个奇怪的微笑伴随他的劝说 老几心里一沉 那就是说来不及了 今天夜里就要执行 他还有几个小时 招待所的食堂里 大约二十多个像老几这样白发苍苍 衣衫蓝绿的老饭人分座三桌 饭菜不错 四个菜一个汤 还有酒厂做的玉米芯烧酒 干部换了不少 没人还记得烧酒的研制归功于老几 老几发现 同坐一桌的老犯人 谁也不跟谁说话 但眼珠都在搭了他的眼皮下灵活游动 观察和判断其他犯人的身份 免领罪状 夜干事最后走进来 脚步很急 怎么不吃啊 都吃吧 这是厂部专门照顾你们安排的饭 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 老几想 你当然不跟着我们吃 因为你不跟着我们吃枪子 他眼睛的余光 看着同桌有一双手拿起筷子 朝一盘葱爆羊肝尖伸去 接着五六双筷子都朝那个盘子伸去 老几是最后一个拿筷子的人 时代还是进了一大步 老几边喝酒边想 1954年的行前晚餐饭可没有这么丰盛 大家都乖乖地吃着自己的饭 没有牙就用牙花咀嚼着很嫩的爆炒干尖 米粉多于牛肉的粉蒸牛肉 对了一半馒头渣的四起丸子 老几渐渐渐在那些脸上手上姿态上辨识出一丝一毫秀气和文雅 多年前的文雅和秀气在一层皮肉般的黑色老垢下活了 回到房间里 老几拉开唯一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 居然找到了四叶纸 假如正反两面都用 就是八叶 那么就不至于什么也不留给婉鱼而撒手人寰 同屋的犯人在天光还没有完全暗下去就入睡了 他们倒是真想开了 都睡得那么深那么沉 老几借着窗外进来的光 提起笔却又放下来 他不知道应该给婉鱼留下哪一篇书信体随笔 坐了一两个小时 他开始在房间里溜弯子 还是决定不了 最后一页写下脑子里的哪几篇最好 让婉鱼回味而不让他伤心 他听到窗子有点响动 回过头 见叶干事的面孔一晃而过 他是来看看老囚犯们是否认命伏法 安稳地睡生命中的最后一觉 叶干事敲了敲门 然后推开门进来 原来这门没有从外面上锁 还有一点不同从前 就是行刑前夜 没有人给他们上脚镣手铐 叶干事就站在门口 不愿意进来的样子 小声问老几 怎么都睡那么早 刚才吃晚饭的时候 他忘了通知 饭后场部礼堂有新电影 老几非常惊讶 这一夜没人靠你 还有电影看 时代真是进步了 但他相信这是外松内紧 你往外跑试试 一定在几秒钟内给撂倒 叶干事拉着老几 要他一定去看一场电影 老几拗不过他 直到现在 他还是个不愿意过分执拗 让别人为难的人 再说 场部礼堂给他留下了那么深的记忆 要告别此生 也应该和他告别 秋天的晚上 八点四夜通亮 阳光的最后余晖 还留在种种景物上 但景物的样子都半融化了 带一点暗红调子 叶干事不到三十岁 侧面看鼻子直挺 是西北回民的鼻子 他问老几家里还有谁 孩子们都多大了 老几想 你看 来了吧 这就是软性的叶鸣正身 时代进步了 干部们风度好了 对敌人表现高姿态呢 老几回答 家里没有一个人了 前妻和孩子们在十多年前就跟自己中断了任何往来 一个字的书信往来也没了 叶干事似乎让老几的这个回答弄得有点不好意思 闷头走了一会儿路才又开口 四人帮倒台了 叶干事说 老几说犯人们都组织了集中学习 明白党内又来了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次斗争以后就再也不会斗争了 老几看着地 两只脚一二一的向前迈步 再斗争不会关他老几什么事了 本来也不关他老几任何事 当时你是怎么被捕的 叶干事问道 老几告诉他 1954年春天 他就那么在小女儿的目送中被押上一辆警车 判决书在抓捕他之前就预先填写好了 耗子里待了一个礼拜 他尚不知道自己的暗友 同耗子的育友 有大胆的相互交头接耳的打听暗友 但所有人都跟他一样 都弄不清自己的具体暗友 入狱的第二个星期 他被传唤到了监狱的院子里 院子渐渐给各个监号的犯人填满 战成三列 监狱当局的干部 开始照着一张名单点名 最先被点到的名字 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人 一共有169名 接下来被点名的是30个无期徒刑犯人 第三批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有期徒刑15年 一个是20年 当时听到 陆燕时有期徒刑15年时 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脸上身上 就像他中了一等彩票 当然 后来他的徒刑被夹了两次 一直夹到死刑 又减成无期 他对叶干事笑笑 意思是 你看 人们在我身上做了那么多加减法 他们到了礼堂正门口 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挺立了近20年 身边的空缺是林彪塑像留下的 石头林彪在1971年9月给凿碎搬走 毛主席就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那里 但身姿略微侧偏 似乎仍然有个无形的伴侣与他并肩 离礼堂不远就是发电站 发电机哄哄的声音混在孩子大人的叫喊嘻笑声里 人们赤红的面孔上不再有一对大黑鼻孔 从70年代开始 每家每晚可以用两小时的电 厂部礼堂里目以一排排的 跟过去自带板凳大不相同 因为是卖票的营业电影 厂内对号入座 所以并不拥挤 夜干事领着老几坐在15排正中间 告诉老几他用的是招待票 是政治部宣传科专门招待老几 他们20多个人的 可惜其他人都睡觉了 他们刚坐下 一个熟悉的面孔 从前面一排回过头 瞪了老几一眼 保卫科的河北干事 从那次调查了知识青年的死亡 和火灾就再没见到他 夜干事跟他打了个招呼 称他为曲科长 他升任成科长了 曲科长邓老几 是因为终于要君子报仇 就在明天 公案私案都要一并结案 同志愿者 无论 我来 写古 停车 乱